本期话题黑苦桥的作用与功效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黑苦桥茶实际上也是一种高档的一种苦桥茶 所以就是说一般很多人用它泡茶 因为它的降脂效果还是非常好 整个苦桥它其实就是一个偏苦偏含量的一个食物 所以它通过泡茶主要是降脂作用 通过它这种降脂我们可以引申出来 它本身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 它一方面的苦含清热解毒 膳食纤维来通便作用 所以润肠通便 如果是经常喝这种能够保证大便通畅 能够保证这种火毒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达到预防三高 特别是夏天喝苦桥茶应该是对养生来讲是非常好的 所以苦桥茶一般就是建议一下自己用泡一下 最好煮一下 煮一下这种效果就更好一点 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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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